东突非政府组织国际联盟代表团 拜会了土耳其内政部长苏莱曼·索伊鲁 据悉,由东突决三教育与合作协会主席乌古泽汉 东突学者联盟主席阿塔乌拉·沙耶尔和斯图格·布古拉汉 科学文化基金会负责人阿卜·杜·哈利克会见了苏莱曼·索伊鲁 会议期间讨论了东突决三问题和东突决三求名问题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奥马尔·卡纳特 于4月15日会见了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迈克·法斯先生和使馆工作人员 向他们介绍了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为结束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而举行的活动 卡纳特还有马来西亚外交部顾问兼伊斯兰合作组织独立人权委员会专员 拿度·艾赫迈德·扎姆·阿布拉赫曼就将维吾尔种族灭绝和穆斯林世界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国各地封城防疫行动持续其中在上海出现混乱引发巨大反弹 上海自3月份以来持续加码城市封控 市民遭遇食物短缺 饥饿恐慌 缺衣少腰等困境 焦虑愤怒的情绪在蔓延 社媒不是传来市民情绪失控的举动或行动 中国商业和金融之都上海被奥米克戎亚型变异株BAR攻克之后 疫情持续飙涨 虽然目前单日新增本土感染人数比最高峰时期略有降低 卷习全市的分控措施丝毫未见真正缓解 俄罗斯外交部星期六说禁止英国首相约翰逊 外交大臣特拉斯和国防大臣华莱士等 十多名英国政府官员和政治人士入境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西部管道公司宣布 2022年一季度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向中国输送天然气107亿立方米 该管道从图克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经过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后 到东都决散与东西管道连接 俄罗斯总统菲拉基米尔普京和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讨讨论了石油市场的发展和乌克兰的局势 据报道普京和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进行了电话交谈 双方还讨论乌克兰和也门的事态发展 周五一艘从内吉亚到马尔塔的75万吨商船在托尼斯加贝斯海岸沉没 包括4名土耳其人在内的7名船员获救